我都把这么重要的视频给你看了 你也应该笑一笑吧 最起码笑起来显得平易净人一些 三位我非常重视客人的隐私 以后不允许再偷拍了 不客气 我觉得 你还是应该道歉 直道歉的方式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李助理 干什么呢 没 没 没干嘛 你看啊 你们这个门怎么这么脏啊 你这宝洁怎么 我记得这间房间 好像是没有人入住呀 我这儿有卡 咱们打开看一下 助理 你 那个你先去忙 我听趁热 善 善 善总好 善总 加油 叶芊宇 你跟善总 在里面做什么呢 大伟 通知宣传部 马上召开记者发布会 好的 君昊 你真的要决定公开道歉吗 是什么让你突然改变主意的 发布会并不是要道歉 那 那是为了什么 快去准备吧 我还有工作要处理 他要是再不来的话 三卫酒店就完蛋了 他如果道歉的话 肯定是头条新闻 那肯定 那必须的呀 咱们今天可是有好戏开 这干嘛 对新闻的影响特别感 是什么事 来来来来 安静老师 来 来来来 正在紧张手 是 做个记录好 这手机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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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具 gust到底要说什么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你把问你 再梳理一下 感谢大家接到仓促的通知后 抽身前来 对于三天前 我跟谢权先生的纠纷 给大众和森卫友集团 造成了很多困扰 对此 我向大家诚挚地道歉 至于谢权 什么 我认为没有道歉的必要 为什么没有道歉的必要 这就是你道歉的 是不是事情还有什么意义 还是不跟您一起 他刚刚不是已经道歉了吧 为什么没有道歉的必要 听他等一下怎么说了 不听我 山君浩 你什么意思 把我伤成这样 还想推些责任吗 作为一个知名的媒体人 对你的采访对象敲诈啰嗦 而且还非离我们的女员工 真的是该打 这简直是行业很默啊 谢权 我们昨天为你开了二十七万的红酒 你今天竟然张口问我要五十万 真的是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 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对错与否 对错与否 由你们来判断 曾卫友集团一向讲究诚信 追求完美 全心全意地为大家服务 是我们的宗旨 同时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 恶意诽谤 诋毁重伤 你 你也倒是实 至于谢权这么做的原因 相信他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请问一下 她是不是这个事情是真的吗 到底有这种这样的事情 谁打一下吧 你真有心 您觉得这样不违背您职业道德吗 这个事情是假的 您怎么跟您的粉丝交代呢 您随时配友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您您请示一下吧 您觉得这个被打事件 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这个事情是假的 您怎么会解释的 您请示一下吧 是啊 您要怎么看 各位有这传交代呢 您请示一下吧 是啊 谢主编 谢主编 您对清晰的 有什么样的事情的吗 谢主编 您不要做 您带着这交代吗 看各位有这传交代 您带着这交代吗 您怎么会有这传交代 您怎么会有这传交代 我在马路边 见到一份钱 把他交给进茶叔叔手里一笔 叔叔拿着钱 对我把头顶三 叶芊云 叶芊云 身为森维酒店的员工 您要时刻像我一样 注意自己的形象 知道吗 知道了经理 我下次会注意的 李助理 叶芊云 单总让你下班以后去趟总部 叶芊云 你又做错了什么 我没有 叶芊云不但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还为三位要立下了大功 刚才发布会上的视频 就是他拍的 下班后在门口等你 芊云 叶芊云 太初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 单总让叶芊云去一趟酒店总铺 应该是想好好感谢我一下吧 那你去吧 那我走了 拜拜 拜拜 来 请进 总经理 你找我 嗯 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现在不是应该好好庆祝一下吗 庆祝 谁要跟你庆祝 我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感激我 涨工资可以考虑啊 升职就算了 我还想在目前的岗位上好好历练一下 天哪 你竟然也会笑啊 天哪 你竟然也会笑啊